大家好,我是杨子,来优酷国际版APP,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和我一起沉寂至追剧吧! 酷的聚会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也是沉香如蟹里面的言弹 言弹请回答 用三个词语形容言弹,你会用哪三个呢? 狗腿 狗怪 仗义 如果用三个词语分别形容唐舟,应渊,鱼墨,你会怎么形容它们? 唐舟是独蛇,应渊是教授,让它像个教授,鱼墨是软男 你觉得言弹是什么星座的?为什么? 它有点像射手跟双子,因为它对于一些新鲜的事物都很感性,随着广交朋友 你觉得言弹的武力值在三届排位低级,理由是? 三届排低级 它应该倒数吧,它的武力值根本就没有什么武力值 它就是会救个人嘛 它武力值应该都排不上了,上不了吧 但救人就很厉害啊 这算是武力值,人家会救人 你要按照这个来看的第一 因为我觉得里面好多人都是它救的 什么唐舟也是它救的 鱼墨也它也救了 然后连那个小乌龟它也救了 然后那个琳朗的弟弟也是它救的 它真的是救了还蛮多人的 用一首歌来表达凡间元旦的心情 自由的飞翔 飞翔 就是凤凰传奇老师的那个自由飞翔吧 因为觉得他真的很,就是在凡间这个自由飞翔 恢恢记忆初期元旦的心情 你觉得用哪首歌比较合适? 错错错,是我的错 有没有收到过朋友给你发的元旦的表情帮? 哦,因为那个唐燕啦 就是我在凡间的那个,把人的小乌龙给扔了 然后是我朋友发问,有一天怎么发的是我表情帮 是颜旦明旦的 唐燕啦 然后我也收藏了,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你一般会用哪些表情帮来回复你身边的朋友呢? 最近的表情帮就会发一些狗狗呢 就是 瞪大眼睛啊,这种的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唐燕啦 还有那些明星的 给你身边最爱斗图的朋友比,你的战绩如何呢? 就是 他发一些我会损,然后我发问一些他也不损 所以我们两个是互相就是会共享的 网友说锦密和颜旦差不太多 针对这个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其实差不太多有一个原因,这就是我演的 因为我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其次可能我的声音或者说我的表情 在演笑或者哭的时候 或多或少那肯定都会有以前的影子 这是没有办法规避的嘛 他们这两个发生的故事有一点像 然后其次他们可能表达的方式也有一点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性格会 其实在某一方面都会有一点像是活泼开朗 所以这个其实是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相似的点 那你觉得他俩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但其实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颜旦他是一个什么都懂 男女情爱他都懂的这么一个 小狗腿莲花精 但是锦密他前期是一个 他对男女知识完全不懂 对,他只是一心想要灵力的小葡萄精 我要灵力,我要灵力 但是颜旦就是 我想后来我是小狗腿精 然后灵力也无所谓 然后我就是每天想抱姐姐的大腿 你在演的时候会特意给他俩在细节上做一些区分吗? 锦密是比较顿的,比如说 嗯?啊?嗯? 就是他是那种不知 然后觉得什么呀? 这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他会跟男生表达说 我想跟你双秀 但是不知道双秀是什么 但他从他嘴里出来就会有什么可爱 但是颜旦就是他什么都懂 所以他会带有一种机灵劲 就是稍微会比锦密的前妻要更机灵 然后更更动一些 多了800个心眼呗 对,我觉得就是多了心眼而已 请展示颜旦发工的手势动作 他发工就是 他没咋发工 他就是这样 或者是怎么着 看得知心 然后更容易这样出来 如果给刚才这段颜旦发工的动作 配一段话 你会想配什么? 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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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真的太土了 受不了了 然后就是土到爆笑了 就真的酸Q了 我告诉你们 让你们参 让你们叫我成为老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全香柔蟹 看见了